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什么 electrostatic OK 所谓的electrostatic指的是静电 假设是静止的 那么就是跟着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跟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描述的方式呢 就是用我们Laplace equation 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electrical potential 那么当它等于constant的时候呢 代表就是一个什么 equal potential surface OK 好 那么它的gradient代表的呢 就是一个什么 它绝对不会等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它代表是一个垂直于这个surface的物力量 那当然在我们电里面呢 它代表就是我们什么 电力线的方向 对不对 就是那个电场的方向 好 所以我们又讲到几个example 第一个example呢 我们有一个平行板电容 平行板电容器 类似这样 这边是x 这边是y OK 然后呢 它处的范围呢 就从这个地方 OK 比如说这边叫做正 v 正φ 这边叫做φ 假设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充电 充成φ 1 这边充成φ 2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经过这个解 马上就告诉我们的φ 可以写成ax 加上b 也就是说它跟着我们坐标有关系 它的等电位面呢 是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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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过来 所以呢 它的只要从φ 1增加到φ 2 这样一片过来的时候呢 就会跟x有关系 那a跟b是什么呢 就有boundary condition来决定 对不对 两个位置数 刚好我们有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非常快速的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a跟b分别等于 φ 2跟φ 1的一些线性排列组合有关系 ok 我们的解就是这样 非常清楚 第二个example呢 我们提到的是一个同心圆的 的一个电缆 ok 那么这个同心圆的电缆呢 我们就这样子写 那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说 在这个里面 它的电位会等于什么呢 我们发觉它会跟角度有关系 对不对 它有点a log row再加上b 哦 讲错了 它跟角度应该没有关系啊 因为它是个对称形嘛 它跟着它的半径有关系 只不过这个时候半径不是线性 而是前面要加个log natural log ok 这样子呢 才可以得出它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讲的第三个例子是指 有一个两片无穷大的这个平板 结合而起来的 我们这样来讲 这是x 这是y 那这个平板呢 可以到无穷远处 那在这个当中的夹角叫做alpha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phi呢 事实上跟什么有关系 跟它的这个夹角有关系 既然它是等电位面 它一定这样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变化到另外一端 所以我们可以说假设 这边是phi1 这边是phi2的话呢 它得到结果就类似 我们在平行板电容器 这边的行为 ok 你会得到二分之一 前面这个呢 就变成phi2加phi1 后面那个呢 是phi2减掉phi1 但是现在的变数是谁呢 是角度 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 叫θ的角度 ok 这是我们上次所学到的一些 东西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学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待会的概念是有关系的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讲 我们负便学到conformal mapping 我们知道呢 你可以只要是 这个mapping本身的equation 是个analytic function 你就可以把它从a的地方 mapping到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呢 维持它原来的角的大小 以及角的sense 那么这个叫conformal mapping 对不对 那这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 ok 这个叫laplus equation 好 laplus equation呢 是这样子讲的 假设我们有个函数fz 它可以写成uxy 再加上ivxy 这个没有什么 这就是负便上面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它不只是可以这样写 而且它是 is怎么样 analytic 它是可解析的 in那边 indeed ok 那么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both you and v satisfied 它满足了什么东西呢 满足了下面 这个 满足了 laplus laplus equation 也就是说 这个转换 本身也满足了 这个laplus equation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 什么意思 ok 简单的正法呢 其实只有几条而已 那非常简单 它说因为啊 f是个analytic function 所以它一定要吻合什么 culti-reman's equa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ux 一定要等于 v的y 同时 v的y 要等于负的ux 这是culti-reman's equation 这个是它基本上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 以这个为基础呢 我们比如说 就把这个式子呢 再位一次 那后面是不是变成 v的y 再对 x为一次 同样的 这个呢 我们也把它 这是 抱歉 这是u 我看看 uy 这个我写错了 -vx 这样才对 那么我现在呢 把它呢 也为 y再为一次 那它会等于什么 负的vx 再y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v的本身呢 你先对yv完 再对xv 或先对xv完 再对yv 两个其实是 一样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加个负号 那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把两个相加 你发觉一件事 因为它们插个负号 所以一定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就代表上面的这个式子 那这个呢 我们干脆就把它写成 Laplace u 那这样子就可以 那同龄 就可以证明了 下面这个 好 那么一般呢 我们呢 把这个呢 我看看 假设呢 我们有个 Laplace equation 它的解 OK 它的解是 本身是个连续的 而且吻合 secondary 而且是吻合 它这个二阶VM方程的 这个要求呢 这种呢 function呢 我们叫做什么 harmonic function OK OK 我们在这边写一下 Solutions of Laplace equation Having Continuous Secondary Derivative Second Second Order Partial 也就是说U或V呢 本身呢 它有二阶 连续的这个 连续的这个 偏微分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Solution呢 Accord 就把它称之为 怎么样 Harmonic Function OK 这个是它一个定义 那么 这种理论呢 这边所讲的 这些东西呢 and 跟它们有关系的 and their theory is called 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potential theory OK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 这个定义 那么在这里面啊 我们晓得 这边有U 这边有V 那么从Calculative Requation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V跟U 当中有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呢 你只要知道U 就可以知道V了 那么我们把V啊 叫做什么 V is called the 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f U in D OK 它把它称之为U的 Harmonic Conjugate 所以在我们这边 可以看得到 只要它是 Harmonic的function 它本身一定会遵守 Laplace equation 而且呢 V跟U当中呢 因为F本身是 Analytic Function 所以它本身要遵守 Cultured Remain equation 你知道U了 就知道V V跟U当中的关系呢 只是遵守 这个而已 那么我们把V 取个名称 叫做 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fU OK 这些都只是名词而已 所以请大家 稍稍微把它记住一下 要干嘛呢 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 很简单的一个 练习啊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练习 纯粹只是数学上的练习 OK 没有什么 只是转换来转换去而已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 请你verify U等于X平方 减Y平方 减掉Y is harmonic 其实证实这个U啊 它是harmonic OK In whole complex plan 它在所有的 完整个的 负变的空间里面 它都是怎么样 harmonic 那么第二件事情 Please find the complex the harmonic conjugate function of you in the complex when 也就是V 是等于什么意思而已 第一个 假设U本身是harmonic 那么它一定要遵守这边的 这边跟U有关系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 所以呢 Proof 第一个 第一个很简单 U的对X微分呢 你会得到2X 后面都是Y就不见了嘛 对不对 那U在XX 就会等于2 第二个呢 你需要U再对Y微分 U微分 负2Y 减1 再微分一次 UYY 会等于负2 所以从这边马上就告诉我们 UXX 加上UYY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讲 Laplace of you right 那么它本身会等于0 那么就告诉我们 U怎么样 Is a harmonic function 而且在我们这个里面的 微分啊 积分 我们都是针对着整个complex plan 所以它一定是在这整个complex plan 上面呢 可以定义为一个harmonic function 好 第二个 那么V会等于什么 很简单啊 根据Culturyman equation OK Culturyman 它告诉我们 U X 要等于VY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UY 要等于负的VX 好 那我们看 UX4等于什么 UX4等于2X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 我们要算V呢 就把它 去积分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告诉我 V呢 可以写成2XY 积分 再加上个常数嘛 对不对 这个常数会是什么呢 常数的意思 就是跟Y没有关系的 跟Y没有关系 除了一般的常数之外 X函数也代表没有关系 那我可以讲这些 只是这个是什么 我不知道 好 第二个 UY是等于什么 UY在这边 负2Y减1 等于V 负的VX 所以负的1过去 正正正 变成2Y 加1 那V 我们干脆就把它 怎么样 直接对X积分 是不是等于两倍的XY 再加上X 再加上某一个函数 对不对 某一个常数 可能是K Y OK 它可能是0 可能是常数 可能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这两边一定要相等 这两边一定要相等 所以你一看呢 我这一观察 V这边有等于2XY 这边有等于2XY 没错 对不对 现在剩下的是 后面这边只能够剩下一个X的函数 这后面剩下一个X 再加上一个Y的函数 怎么可能有Y的函数 除非Y的函数是C 只是一个常数C 一定是X加上某一个C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HX 会等X再加上某一个函数C OK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V啊 就整个就算出来 V会等两倍的XY 再加上X 再加上C OK 那么这个就是V 所以你也有了U 有了V啊 你就可以定义出一个函数FZ 它等于U再加上IV U是等于什么 X平方 减Y平方 减掉Y 再加上I 乘上2XY 再加上X 再加上C OK 你就可以定义出一个这个可解析的函数 OK 好 到此为止 没有什么 只是一个定义 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那它的目的到底是干嘛 我们能不能 渐渐渐渐渐的 来看到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是说什么 假设有个Lapartes Function 你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Lapartes解出来的解呢 本身呢 比如说在电里面呢 它是个静电的位呢 那我们知道它的gradient呢 就变成什么 电力线 就变成电场 对不对 电场一定垂直于这个什么 这个等电位面 所以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Complex Potential Potential OK 我们呢 先定义几个 Phi XY 它是什么 Harmonic Indeed OK 它D里面一个Harmonic 我定义一个什么 这个XY 它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Harmonic Function Indeed OK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自然呢 就可以定义出个FZ 可以写成为这样子的 这个呢 我们叫Complex The Complex Potential Complex Potential Correspond to the Real Potential Phi 也就是假设我们知道 有个Real的Potential 那么我们将它写成 这种形式 前面 因为Potential一定要是Harmonic的嘛 对不对 那后面你就可以计算出个 Harmonic Conjugate of这个Phi 那么这样写起来 这个叫做Complex Potential 其中实数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般所认识的 的什么东西 的Potential而已 OK 十空间的Potential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有几个好处 OK 因为呢 你真正要求解这个呢 有些时候比较困难 OK 求解完之后呢 你还要求解这个 也就是后面虚部的部分 虽然我们叫做Harmonic Conjugate of Phi 但是事实上在真正的物理里面 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什么意义 就类似这个地方一样 我们不是这个Harmonic Conjugate 的这个Function of Phi呢 本身这两个是要遵守什么 遵守我们所熟识的 Colci Remed Equation 那么相当于 你对它做一个空间上的微分 那其实后面指的 就是电厂而已 OK 相当于我们把前面放电位 后面把电力线放在这边 当然你说这么麻烦干嘛 这么麻烦只有一个 最重要的目的 是因为它实际上 比你计算其中任何一个量 要简单很多 the using of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FZ is easier to handle the real or imaginary part 也就是说 整个的会更好处理 处理完之后 你两个information都得到了 那这个当然就更好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也就是它后面的 Harmonic Conjugate 的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有意义的 纵使它没有什么物理上面的意义 只是为了简单能够处理 我们觉得呢 就非常划得来 OK 那要不然的话 那它就 不是很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根据我们上面的这个例子 前面的这个例子 前面我们不是都已经把东西解出来了吗 对不对 我们不是都已经把这个东西解出来 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它的potential 就可以显成X加上B 那我们说我们现在要介绍的FZ呢 这个函数的处理会比它来得容易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example 这个叫做1 这叫2 这叫3 我们把1呢 然后我们要把它转换到complex potential 我们看看 我们这样把它转过来 好不好 OK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Fi呢 本来就是AX加上B嘛 对不对 完全跟左边一样啊 那么现在呢 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把它换成它的harmonic conjugate的时候 这个会等于什么 那我们只是做同样的事情 你知道前面就把后面这个求出来就好了 by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Fi的X微分会等于什么 C 对Y的微分 Fi对Y的微分会等于Fu的C对X微分 我们知道是这两个 那么第一个 这个对它的微分会得到什么 就是A A会等于 这个Y 所以呢 我们反过来求 对它积分是不是等于AY 再加上某一个X的函数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只对Y积分嘛 跟Y没关系 就是H的函数 好 然后再来这边 对Y微分呢 等于0啊 对不对 等于0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 C呢 它是对X微分 X积分 事实上得到某一个常数 或者是一个常数 或者是一个Y的函数 这两端 一定要相等 哦 这两端一定要相等 那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马上就得到 Y的函数 就是它 C 事实上就是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AY 再加上C OK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一个 负数的potential complex potential F Z 那FZ呢 就会等于什么 5 5 C OK 就会等于 AX 加上B 再加上I A Y 再加上C OK 这个CEO 可能等于零 我们不知道 OK 这depends on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总之呢 你要给它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下 假设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potential吗 所以假设 我们有一个平行版电动器 我画大一点 Y 它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Phi1 这边是Phi2 那么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说 我们会有 定位 面 一条一条 大家都是等电位面 这样一直过来 但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当你X固定的时候 你就得到一个等电位面 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常数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当Y等于固定的时候 它会得到另外一个常数 这个是 这是什么东西 对 它会得到一个电场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Y等于固定了之后呢 你就得到某一个电场 对不对 那 而且这两者呢 都维持怎么样 就是肚角 刚好垂直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在讲的 这个重要的特色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把一个potential problem 从一个real的space 转换到一个complex space的时候呢 它后面算起来这个 这看起来好像只是数学的玩游戏而已 它只是一个hormonic conjugate of phi 但是没有想到它本身呢 包含了物理的意义 那这个物理意义在这边呢 我们就赋予它这个电场的意义 OK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来看看其他的结果呢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说 对不对 对不对